大家好,今次和大家玩一隻Q版的三角遊戲吞食天地高步 有我Elly和阿俊 猜到應該是搞笑居多 那我們輕鬆試一下搞笑的東西 好,開始 看看有什麼角色選擇 少年流鼻,綠色衣服 藝術不綠色,很正常 這個就是... 少女流鼻 我這麼女角,我以為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流鼻變成女生 少女曹操 好可愛 騎著一把線出來 這個好過癮 如果是少年 這樣飆出來 真的搞笑把 這個三角很可愛 這個三角遊戲 孫拳 鼻子有膠布 還有他躲在眼前射箭 厲害,可以躲在眼前射箭 如果是少女 我們看看,會不會有膠布呢 都有 是不是枝蝦頭子太大力了 算了 我喜歡曹操 三角人物 其實我覺得曹操才是最好 也是,其實最厲害的是他 最厲害的是他 好了,改名字,差不多可以開始了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好像跟我一樣 喜歡曹操,阿俊你呢? 我自己也喜歡曹操的 曹操有個秘密 多老婆 開始了 通常都是黃巾起義 最正路的 暫時還沒有搞笑 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搞笑的 好啊 開球 喂 他拿了什麼出來 你看看看 這是什麼 波板糖 波板糖 可不可以折到敵人的口 真的折掉他 這個真的有趣 這個 那就教我們用大忌吧 波板糖的大忌是什麼 嘩,一下子折掉他 折掉他 折掉他 我們那個人 嘩,你看他 大哥,這個那麼大隻 以前是不是也有什麼大頭奶粉 你會不會吃掉那些東西 喂,沒事 沒事 回家睡覺吧 你那麼大隻 牛哥馬大,要是耕田 他可能穿起衣服變大了 單挑 嘩 霸氣同意 同意吧 對,我喜歡 我猶可不可以 嘩,我們有這麼多人 那不要單挑了 可不可以 對,馬上打吧 那麼多人 不要吐 喂 我拿了波板糖呢 剛剛吃完了 是吧 不要緊要單挑 原來他也有很多人 好,單挑 OK 隻手 怎麼玩 都是教學 教他怎麼單挑 好,我們 準備好 看 看看 單挑就是包剪踏 這樣很簡單 隨便 隨便開始吧 他在想出什麼 然後到我們要 把剪去前面 他教我們 好,聽他說 贏了 第一次 好 哇,夠多 再來 打我 你的拳頭大一點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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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是必贏的 這個是給我示範一下 我們不要自滿一下 我要打十個 又或者抽 不要湧著 我們要謙虛一點 好 好,三星 真的搞笑 好可愛 他這種打法 這裡也好搞笑 我們新角色 攻選賺 看到嗎 拿著劍魚出去打仗 打仗劍 如果他用劍擊那種攻擊 再好一點 我怕其實有時候 堆了出去 被敵人拿出來 燒了去吃 會不會怎麼樣 一大爆下去 看我的光頭 玩了一會兒 我衝到12 我們去玩比武的擂台 看看好不好 有一個奪寶 是他野用的 可以搶東西 對 我很開心 去 玩個刺旁 拿個碎片 好,試試試看 打個12個 有個名字 那個城 這個是人家的城 這樣走出來 好棒 大家同級 暫時都是用一些 一開始送的人物 待會兒我多放一些石 就抽其他人物 暫時先用這些 但你很厲害 因為我有升 可能他沒有升 沒有碎片 再玩個 再來個 都是同級,但他低戰力 我待會兒教大家 如何升多一些戰力 中了 神水飛翼 1 還有2、3 我再打2個就可以了 好,很辛苦 好,這樣三個都打齊了 我們可以合成神水飛翼 你這個窩陽大盜 不停搶 對 有時候這些東西要鎖好門窗 所以 右邊就會見到寶物宿命 給這些人就會有額外加成 我們是曹操 可以命中加21% 這樣就比曹操很大 這個就可以幫武將星戰力 我們去挑戰這裡 好像是14就解鎖 我們可以打 奇門遁格 每天有不同的東西開放 今天就有水屬精華和暗屬精華 是用來給武將進階的 我們先打一個來玩一下 我戰力有2萬多 你習慣要1萬多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真的拿刀刀槍槍槍槍 沒有剛才這樣做 因為我換了一些道具 這些真的比較厲害 真的要拿一些武器出去 真的要拿一些武器出去 嘩 變帶 每天都要來玩一下 拿精華 因為真的不夠用 所以有時候你有沒有看到 那些人高 但戰力低 你可能就沒有玩這個 差不多了 打完這個 大佬 撞死他 刺他 刺他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可以升經驗 那我順便突破武將給大家看 這個諸葛緊 暫時是需要突破單 那我就有600多 現在需要100的頭一階 去到加1 現在都貴了 要400顆單 之後就要精華 你看到都要60個 暫時我只有1顆 所以真的要努力打 要努力去打 我們再按這個比武擂台 剛才是撻野 這次真的比武了 而且這個就棒 因為可以掌射 用來抽獎 這些好容易理解 大家是不是 很容易明白 立刻打 選一個戰力低一點 自己夠打的 我戰力 不是 最高排名可以打到 1620 試試試 跟撻野那邊一樣 都是這樣 他比較多人 不過他 不知道為什麼 會比較少戰力 可能他還沒升 那些角色 會不會 要升 還有要加裝備 那些 看來是穩勝 他剛才拿著一條魚 還沒換武器 這個也是拿著一條魚 搞定 拜拜 我們看看加多少石 最重要 我們很現實 只要看石 390 夠粗 夠一抽 這次這個就是5-5波 他排名666 戰力22000 我就24000 看看可不可以 大家差不多 究竟會不會 低一點點戰力都會贏 因為有時候都會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機會 看他怎麼排 排位和我有點不同 他是留比 我是做粗 有 一起死了 他這隻紅血 會不會我先打他 不要再打 曹操 頂住 頂住 痛 雕蟬 雕蟬都死了 但是 你上面那隻很厲害 是諸葛緊 六星的 哇 有沒有 一數 一數 沒了兩個 幸好 突破單也好 接著我們升多少 去到 下線 多90 喂 排名66 這個名字不錯 不錯 我們來保持666 不過應該都難打 三萬 最低都三萬 所以 我們要再升一下 對 暫時是這麼多 我們去 現在我們的level 14 我們去隊伍 我們看到 我們的武將 其實現在13 可以去多一 可以跟他們同步 升level 要戰功 現在需要2980 升了 連裝備都可以升 現在都是去到14 我們出去看武將這一版 我們還有東西可以玩 就是 我們都看公宣棧 其實可以升他的大技 露氣技 白馬護體 這個可以升 現在level 1 我們再升的話 就是需要精技符 不過已經升到level 2 就再升不了 要多很多 我們如果編隊 其實可以這樣看一看 武將 圖鑑 鐵壁應該是坦 戰士應該是輸出 攻守擺在後面 另外就是軍師 以及輔助 輔助應該是補血 我軍師剛才拿了很多 剛才抽了一些回來 對 你也有不少 坦呢 攻選賺 幸好我升了 還有我們可以看看出處 那你就知道可以在哪裏得到他 16level的解鎖 就是用路 就是這裡 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武將 因為 武器那些都可以 多了不要那些 對 有時候真的有機會抽多了 去分解 我們可以添加一些不要的武將 將一些低升的武將 用完 看看可以拿到什麼 又 金幣 群戰戰功 以及魏國戰功 歐玉如何拿呢 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例如level 1的公孫贊 五星以上的武將 要融掉 就可以得到歐玉 多了150 再見 公選賺 好 就是這樣玩 多了 就可以繼續買這些 碎片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搞笑 它戰鬥畫面 還會有不同角度 譬如我們打這個 最後這一關 董卓知死 通常BOSS關就會這樣 之前是橫向 現在是直向 BOSS很巨 好像進擊的巨人 整件事 我們這麼快打死一劍 這個輕鬆 因為我們升到很高戰力 再見 董卓 董卓那樣像不像是橫向 也有一點像 也有一點像 就是這樣玩 所以這個遊戲就是 又搞笑 但是你可以儲一些很可愛的武將 還有大家如果真的想選擇女角 一開始 真的可以把曹操、劉備、孫權 變成女生 對 變成 搞笑 我們試玩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一個這麼有趣的遊戲 有興趣的可以在影片內容 可以下載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